我非常关注的就是怎么样进一步的去公平我们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单位啊 招聘啊 都采取985 211这个排序的方式 特别是包括我们体制内的一些国内企业也是这么做 这个呢 我觉得使得我们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了 大部分还是普通高校毕业的 而且985 211的排序呢 它是一个高校的综合实力 包括特别是它的科技能力和一些研究生培训的培训能力的这样一个排序 它并不代表着它的一个本科和实际的教学 教学实力 我们很多很好的很优秀的专业的学校 它并不在985 211之列 所以采取985 211排序这样一个方式来招聘的话呢 实际上是阻断了我们的很多大学生 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 从基层出来的大学生 它向上的一个通道 所以这方面我是提倡我们社会的一个兵器 简单以高校排名这种方式来作为招聘的应手段 这是非常不合适的